小凤子她其实蛮傲娇的 又傲娇 然后又蠢 我跟你有仇啊 公保私仇 六车就好 六车就好 开始当狐狸 小凤子她经常会狐狸你 就经常会有这种动作 灵动无虎婆 毕竟她是一只小狐狸 我算你太好了吧 当你能抓到我再说吧 帮她给我圆住 我来吧 比较独立 她在很多事情上面还是有自己的主见 这样子的一个小地� 我去告诉我爹 我奉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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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有三个阶段 刚开始的时候她去报恩 那还是奉了她自己 我是来报恩的 这是秘密 是啊 第二段到凡间去力竭 这一段故事呢就是 所有事情她都知道 然后她还要全部都压在自己心里 祝你这小小说 这根短大包她能多还能不理解 所以就是必须要立得起 后来到阿兰热时期的时候 要和凤酒区分开 阿兰热会更加孤独 对其他人一直都是 科技的 礼貌的 疏离的 阿兰热可能是只会对神燕一个人格外的不一样 凤酒调入阿兰热之梦以后 她知道这个女儿来给她付出了这么多 所以她就陪她进入了阿兰热之梦 她后期那一段我觉得还是挺心疼的 两个人也是因为这种路纪 然后最后我们俩都被投了刀在他们那个地上的时候 对于凤酒来说 其实是最后一次韩兰东华帝君 我刚刚是把合作过这么多次 这是我们把两个人物诠释的最完整一次 大家会更默契 会更努力在感情的戏上 说得到 更久是周围人都在保护着她 都在爱着她的 包括这一次其实 姑姑有回来 让人一下就回到了两年前 她说 不管怎么样 我们永远都是我们的靠山 听这句话就会觉得很温暖 希望每一个观众朋友 每一个收看 曾经像是这张书的朋友 都能够像我一样喜欢小凤酒 希望她能够永远开心 琥珀 在今秋带着龟龟和她的地区一起 无缘无缘的生活